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向上帝来祷告 向上帝来赞美 主要把我们的全人全心都献给你 也要把我们领受这许多的祝福都送出去 主耶稣求你的圣灵今天引领我们 赐给我们欢喜快乐的心 赐给我们更多的一个启示明白阿爸父 你的心意是什么 与我们同在 因为神的帐目就在人间 就在这里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 丁姐妹今天我来看到这样的一个 非常感谢我们的同工 他们在背后为我们预备这一切 我们把掌声献给他们 谢谢他们在背后所预备的这一切 让我们今天可以欢喜快乐 当然也要感谢每一位 你们非常慷慨地 把自己家里最棒的最大的 那个牛犊都送来 不是牛犊了 是把家里最丰盛的果实 来献到神的殿中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 我们知道从之前 这个九月份的时候 我们开始庆祝这个吹角节 就是在耶和华的节气当中 在秋季跟春季 它都有重要的节气 所以现在我们正好是 在秋天的这个节气里面 所以秋天这个节气 它是有三个最主要的 从吹角节 就是以色列人所谓的新年 要吹角的 刚才你有听到号角声 那再来到这个赎罪日 吹角节所谓的新年 是一号 如果算一号的话 十天之后呢 就是赎罪日 就是在以色列人 他们认为 一整年当中 最最严肃的一天 就是赎罪日 那我们去上周 也刚刚过了赎罪日 赎罪日之后的五天 第五天呢 就是祝鹏节 然后祝鹏节呢 之后我们要一起欢庆 这是圣经所记载的 欢庆七天 欢庆七天 所以这些呢 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些 不是我们人所想出来的 而是上帝早就在圣经当中 告诉他的子民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节期 这个叫做appointed time appointed time 也就是耶和华 给他的子民 所设定的这些节期当中 他们要做一些 不一样的事情 这个不单单是给犹太人 也是给整个的 耶和华的子民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仔细地来去专注在祝鹏节 这个事情上 然后他的属灵意义到底是什么 祝鹏节他们是怎么庆祝的 那他对今天的二之一世纪的信徒 的我们到底代表了什么 那他跟我们今天的生命 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好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那以至于我们对上帝的心意 更加明白以后 其实祝鹏节 是跟我们每一天的生命 都息息相关的 好 那祝鹏节呢 英文叫做 Feast of Booths Feast of Tabernacle 或者是Socot Socot 那这个Socot的意思 就是一个棚 就是一个棚子 就像我们搭的这样一个棚子 是他的原文的意思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 在我进入到解释祝鹏节之前 好 今天我们 我给他这个标题叫做 天上人间的棚 好 你跟你旁边人讲一下 你住在人间的棚中 但你要思想天上的棚 所以这个图片是不是很漂亮 这个上面所放的这些水果 跟这个树枝都是有寓意的 等一下我会分享 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 天上人间的棚 好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 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上帝的心意 我常常会讲过上帝的心意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把整本圣经 从头到尾的 哪怕先读完一遍 上帝的心意 就很清楚地展开在你的面前了 我常常有人问我说 牧师你能告诉我 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我说我讲的没用 你回去读圣经读完一遍 你都不用来问我了 什么都清楚了 弟姐妹 我们常常问一些圣经 早就讲的事情你知道吗 你不好好读 你来问我干嘛 圣经这么几千年放在那边 你不好好读 对不对 我们好好把圣经读完一遍 上帝的心意 自然而然就显现在我们面前了 不需要再去怀疑了 是清清楚楚的 上帝的心意 就是他的账目在人间 神的账目在人间 怎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 一节经文 立位记 26章 这里说 今天我会用旧约的立位记 还会用新约的启示录 立位记说 我要在你们中间往来 我要做你们的上帝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上帝自己说 他要在他的子民当中来往 他不是一个在那边 他不像其他的宗教 我们摆一尊什么之类的 放在那边是不动的 对不对 你有看到 以前所拜的民间宗教 你放在那边 他晚上出来自己走一走的 有没有这样的 吓死人了是不是 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真神 他就是活神 他不是固定在那边 让你整天 对这个偶像来拜的 我们所敬拜的这个神 是真真正正活着的神 他现在也活着 哈利路亚 所以他是往来 在我们的当中的 圣灵是不是住在 我们的心中啊 因为神他希望 与他的子民同住 他希望Tabernacle 在他的子民当中 Tabernacle的意思 就是扎帐篷 就是帐篷的意思 神要住在我们的当中 再来看一节 你看呢 从旧约到新约 整本圣经 从最开始的 创世纪到最后的启示录 上帝的心意 从来没有改变过 耶利米苏说什么 耶利米苏说 我要赐给他们一颗心 使他们认识 我是耶和华 来我们一起 站立起来读神的话语 好不好 来 耶利米苏 重新来读一遍 二十四章 第一节 请 我要赐给他们 一颗心 使他们认识 我是耶和华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因为他们必全心 全意地归向我 阿们 请坐 哈利路亚 你看上帝的心意 是不是很清楚啊 神要把一个新的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最终 你看这节经文里面 可以大概你能 体会得到天父 他是有感情的 有没有 他是非常期待 他很渴望 跟他的子民在一起 他不是好像一个高高在上 你永远摸不着 看不见的这样一个神 他是很期待 很渴望跟他的子民 生活在一起的 这位神啊 而且他最终 他把一个新的心 放在我们里面 是让我们可以怎样 认识他 他在我们的当中 行走与我们同处 是渴望我们能够认识他 然后怎样呢 让我们可以全心全意地 来归向他 你看到没有 有没有像一个 我在读的时候 常常会感受天父的心 就像一个父母亲 他非常非常地 爱自己的孩子 可是他的孩子 却非常的 这个心却是一个 像是个浪子一样 远离他 背逆他 这样的父母的心 是多么多么地 渴望这个孩子 能够回转向他 有没有感觉到 有没有感受到 上帝的心呢 很多时候 我们天父的心意 就跟我们做父母 对孩子的心意 是非常相似的 好 那 这里 这里你看神 他是渴望他的子民 全心全意地来归向他 这是不是上帝的心意 在字里行间都能流露出来 那好 我问你 上帝心心念所想的是 他的子民归向他 那你 心心念想的是什么 大虾面 我很喜欢吃大虾面 我照一些人开始思考 接下来我们等一下 去哪里庆祝 去吃什么了 这就是你心心念的 对不对 没关系了 我也会想 所以我要问大家的是 上帝心心念的是我们能够渴望归向他 你心心念的是什么 想大虾面可以啦 也想想别的 OK 再接下来我们看新约 到了新约当中 约翰福音第一章 耶稣基督来到人间 来到这个世上 去完成上帝给他的一个旨意 给他的使命 那我们都知道 道成了肉身 好 十四节说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这里有没有 又是住在我们中间 神没有说道成的肉身 飞在我们中间 他是住在我们中间 踏踏实实 以人的样式 活在我们当中 有血有肉的 然后满有恩典和真理 好 你看这里的道 这个道 logos 他其实指了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 他是神的儿子 他来到人间 成了人的样式 他本来是天上的神 他现在来到人间 是不是住在我们当中啊 tabernacle 在地上 在天 他本来是天上 在地上 扎了一个帐 扎了一个帐篷 他住在人间 好 那这里英文里面讲的这个 住在 住在 我们当中的意思就是 become flesh and dwell among us 就是dwell among us 然后另外一个版本 讲的更加形象 so the world became human and made his home among us made his home among us 也就是说神把这个地上 作为他的家了 他住在我们当中 好 这就是你看 再来看 新约启示录里面所讲的 从是不是整本 从旧约到新约 讲的都是神一直在重复 我要住在你们当中 我要成你的上帝 你来做我的子民 上帝一直在 苦苦地在 表达他的这样的一个渴望 我听见有大声音 从宝座发出说 看啊 神的帐幕 在人间 神的帐幕 在人间 帐幕 他要与人同住 这个同住的意思就是 live with them dwell among them 与人住在一起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要做他们的神 好 这里又讲到 起书里面 神的帐幕 看了英文的版本 讲到 God's home is not among his people 神的家 就在他的子民当中 上帝把他自己 放在人间 住在人的当中 然后 dwelling place of God 这个tabernacle 帐幕就是 神的居所 dwelling place 神的居所 在人间 好 所以这个画面 就好像我们这个 很形象 把这个棚子搭起来 就是让大家去 有这个画面感 上帝他住在人间 就像这个棚子一样 这个帐篷 他亲自置搭帐篷 住在人间 所以他不是高高在上 遥不可及的 好 那 好了 我们之前 讲到这个 整个耶华的节期 这个犹太利 我们在看的时候 他跟我们所习惯的 功利 阳利是不一样的 阳利是一条直线 好 在犹太利当中 它是一个圈 它是每一年循环 它是一个循环来的 所以右边 你看到上面 它是从顺时针 右边 它是春季的节气 然后左下角是秋季的节气 那这个犹太利 它的这个月份 跟我们的阳历 是不太一样的 比方说 犹太人 他们认为的新年 是在底下的这个吹角节 是所谓的提斯利月 提斯利月 是他们所谓的新年 那在这个圣经当中 你会等一下看经文 就知道它讲到七月 但是不是我们阳历的七月 我们的阳历 你看一下 它其实是九到十月 所以它是时间上是有一点点的差别 那但是那个跨度是差不多的 春天呢 我们就看到 有这个雨月节 出手节 出教节 还有五旬节 这是春天的节气 然后到了秋天 这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一个节气 Four season 秋季 它就是吹角节 赎罪日和祝鹏节 这三个是连在一起的 春天有几个连在一起 秋天几个连在一起 好 每一年都是这样一个循环 每一年都是这样一个循环 所以就是其实让我们看到 神是一直给我们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如果今年做得不好 哪里跌倒了 我们再一次地 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 神会再给我们机会 再一次地回到祂的面前 上帝是很有怜悯的 因为神 对吧 好 那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 我们不是要回到旧约的律法 去守这些律法主义 变成犹太人 By the way 你也变不成犹太人 OK 而是说我们要遵守 耶和华的节气 它是跟耶稣基督息息相关的 因为这些节气 跟耶稣基督息息相关的 为什么 春季 耶稣第一次来 祂是不是钉上十字架 祂自己成为了逾越节的羔羊 然后为我们世人赎罪 是不是 然后三天之后 祂复活 成为出手的果实 然后这是 这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是在春季的节气 那我们非常能够确定的是 耶稣基督还会再来 圣经讲了很多次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还会再来 祂再来的那个日子 是什么时候呢 没有人知道 但是祂再来的时候 一定会在秋季的季节发生 也就是祝鹏节 一定会发生在祝鹏节 为什么呢 祝鹏节的意思代表的就是 神的账目在人间 然后神自己说 道成了肉身 也就是说 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 哪一年会回来 但是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知道 可以推测出 耶稣基督再来 一定是在秋季的时候 祝鹏节 所以祂再来的时候 就要实现在圣经当中 所讲的上帝 所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好好地去认识神的话语 你才明白上帝做事是有祂的运作的法则的 不是乱乱来的 好 那我们来看吹角节 这是春季跟秋季的一组一组的节日 节期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 春季是耶稣第一次来 然后秋季的节期预表着耶稣第二次会再来 好 那吹角节 我们来看立位记 立位记的23章是我今天会比较多的经文会在这一章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这个 七月初一看到没有 这里讲七月初一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提斯利月 是犹太利 不是我们阳历的七月 阳历是在9月10月这个期间 所以七月这里是指犹太利是提斯利月 初一第一天 你们必须怎样 完全休息 你们要完全休息 要吹号筒做纪念 要有圣会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 要吹号角 要聚集 要一起敬拜祷告 是神告诉我们要做的呀 然后什么劳碌的功都不能做 你们要献火祭给耶和华 好 那吹角的功效是什么呢 吹角节基本上 你看你听到那个吹角的声音 嘟嘟嘟嘟 是不是灵里就会苏醒过来 所以吹角节给我们的一个是 属灵的苏醒 让我们里面的沉睡的灵要苏醒过来 所以新年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吹角节是他们的新年 是跟我们华人的新年很不一样的 他们是安安静静的 然后吹号角 那这里其实吹角节也是 为了预备人 在十天之后将要进入赎罪日 十天之后 吹角节十天之后就是赎罪日 那个赎罪日就是大而可畏的日子 The Day of Atonement The Day of Atonement 那在赎罪日的时候在旧约当中也记载了 大祭司 只有一年当中只有大祭司 在赎罪日的那一天 可以代表整个以色列民 代表一个国家进到这个圣殿的制胜所里面 要带着这些血县的这个祭进到里面 来为整个的民族来献祭 这就是旧约当中我们看到 所以他这个赎罪日 一直到今天 犹太人就是整个以色列还是这样 所有的一年当中 赎罪日这一天是全国停摆 餐厅不会开 工厂不会开 机场什么这些估计还得必须得开着 但是基本上所有的一切都停摆 只有时间还继续 所以当这个赎罪日的那一天 你去到以色列 基本上这个城市是停摆的状态 因为他们要遵守耶华的节期 就是要在这一天里面 要进食要祷告要安静 要思考我们的罪 然后来预备我们的心 来赎罪 来思考上帝为我们的救赎 所以这是他们在过新年的时候 会做的一件事情 那赎罪日是什么 赎罪日这个名字你讲得很清楚 就是赎罪了 赎罪日的时候不是让你欢喜快乐的 赎罪日的时候不是让我们去大吃大喝的 OK 赎罪日这里讲什么 7月10日是赎罪日 看到没有 刚刚7月1号 现在7月10号 就10天之后是赎罪日 那你们要举行圣会 进食 然后献火祭 在你们上帝耶华面前 为自己赎罪的日子 为自己赎罪的日子 你们不可工作 那是你们可以完全休息的安息之日 好 赎罪日也是要安静地 在神的面前来回想 来回顾我们的生命 向神来认罪悔改 所以上周我们也分享了赎罪日 那赎罪日之后的五天之后是什么呢 五天之后不是五玄节 五星节是春天的 刚刚看完那个是春天的 两个有点搭错线了 赎罪日之后的五天是什么 就是祝鹏节呀 就是我们现在在庆祝的 所以祝鹏节是什么呢 祝鹏节 你看呢 吹饺节是让我们的灵力苏醒过来 然后预备我们的心 十天之后要进入到赎罪日 进入到完完全全地 回到上帝的面前 认罪悔改 来思考上帝对我们的救赎 当我们领受到这个救赎之后 五天之后我们进入到祝鹏节 而且上帝讲得很清楚 让我们要欢喜快乐七天 七天代表完全 而且祝鹏节的最典型的一个特色 就是要欢喜快乐 为什么呢 当你灵力苏醒了 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了 当你向神悔改了之后 你领受到了上帝的赦免和救赎 你是不是应该欢喜快乐 看到没有 这些节气的设置 都是上帝要让我们去思考 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这不是白白地在那边随便来 没有任何意义的 是有它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 当我们明白了这个意义之后 我们才过这样的节日 是有意思的 不然你就在这边只是做而已 你不明白到底为什么要做 每一年大概这个时候 教会说了要拿水果 拿榴莲到教会来 我就拿来就行了 干什么不知道 千万不敢这么糊里糊涂的 我们为什么要 我今天就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耶稣已经为我们偿还了一切的罪债 替我们献上了生命 赎了罪 祂替我们击败了死亡 本来罪的公价就是死 耶稣替我们偿还了这一切的罪 让我们可以活出那个Zoe Life 就是永活的生命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欢喜快乐啊 所以当我们赎罪了之后 我们就要进入到祝鹏节 就是要欢喜快乐的 所以啊 这接下来的七天 神告诉我们 在祝鹏节的时候 这个是要一起来庆祝的 那你在接下来这个祝鹏节的日子当中 请你不要愁眉苦脸 当你愁眉苦脸的时候 你在犯罪 你明白吗 当你开始里面忧心忡忡 愁眉苦脸 没有笑容 不能喜乐的时候 其实你在犯罪 因为你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做 明白吗 神为什么特别的刻意的 让我们用七天的时间来欢喜快乐 因为在耶和华里面的喜乐 才是我们的力量 当我们没有喜乐的时候 你就没有力量往前走了 弟兄姐妹 喜乐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好像常常喜乐啊 因为我天天都在过祝鹏节啊 当然也有赎罪日了 我是赎罪日之后 我才进入祝鹏节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 从神而来的喜乐 弟兄姐妹 这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来看 今天我们就来看祝鹏节 到底庆祝什么 一直在今天 这个祝鹏节 还是以色列常常聚集的一个日子 刚才经文 祝鹏节我这里放了 就是说 七月十五日 看到没有十五天之后 是祝鹏节 耶和华面前首节七天 这七天你要献火祭 然后第八天还有圣会 要献祭给耶和华 这是集会的日子 什么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因为以上是耶和华的节日 你们应当召集圣会 好 所以神讲得很清楚 那我们在这个 秋季的这个季节 这个节期当中 你看从吹角节 就是新年 然后进入到十天之后的赎罪日 然后之后再来 五天之后进入到祝鹏节 然后接下来第八日 还有一个圣会 还有欢庆妥拉 所以这个秋季的 这一系列的节日 可以说是犹太人 他们当中 这个一年当中时间最长 也是最佳 规模最大 那个一个节期的日子 所以在这个祝鹏节的时候 你常常会看到 就是很多人 他们在这个耶路撒冷 全国 以色列 耶路撒冷是很多的旧城区 然后犹太人的家里 你会看到他们在阳台上 路台上搭一个棚子 好 等一下我给你放一些图片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祝鹏 他们搭的一个棚 好 就是都是搭在室外的 是一个非常简易的 它不是一个好像很坚实 很坚固 其实是非常简易的 你看用这个几个面搭起来 有时候那个上面那个顶 不一定是盖住的 是随时可以拆 随时可以走的 这个就是他们在祝鹏节里面 所搭的棚子 然后你知道 他们去 这个犹太人去枯墙 去枯墙 他们不是经常在那边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祷告 是不是 有没有 好像不倒翁 对不对 会看到那些传统犹太人 然后头上戴个小帽子 这边缠着一个小盒子里面 一直这样 好 所以他们在祷告的时候 在这个祝鹏节的时候 他们会拿一些东西 就是我开始封面放的 那个拿的三样东西 通常是有植物 植物的三种不同的植物 捆在一起 那个叶子跟枝 然后还有一个像那个 黄色的像柠檬一样的 那个果实 然后再加上三种植物 一个是枣植树的叶子 枣植树它的叶子 然后一个是香桃木的枝条 还有一个是 对就是这张 然后还有一个柳树的枝条 所以这些是他们拿来 一起捆在一起 然后再加上这样的一个香园 像柠檬一样的果实 放在一起 他们用这个来互相彼此祝福 他们在祝鹏节的时候 是拿一捆长长的树枝 柳枝捆在一起 然后这个柠檬一起这样子 去互相的问候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 看一下 这个就是在以色列 你会常常看到 在祝鹏节的时候 这个他们就 你看阳台上 就搭一个简易的棚子 好 你看墙外面 突出来一个 搭一个很简单的棚子 这就知道 他们是在过祝鹏节 最左上角那个很有创意 它其实是一个走廊来 它把上面这样卡起来 这样子搭起来 也变成一个棚子了 对 所以 其实你看了 在以色列到现在 他们都还在庆祝这个祝鹏节 好 那祝鹏节 它到底是怎么庆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就是这七天之内的 整个全程欢庆 全程欢喜快乐 欢庆 好 唱歌 跳舞 然后一起在一起 集会 然后celebration 所以我相信 肯定在那段时间里面 结婚的人也很多 所以在祝鹏节 这个关键字 现在不是都讲关键字吗 keyword是什么呢 告诉你旁边的 你要喜乐 喜乐 喜乐 你跟旁边人讲的时候 带着笑容好不好 不要愁眉苦脸 跟他说你要喜乐 你要喜乐 哈利路亚 从神而来的喜乐 是我们的力量 OK 好 来 回来 来 看一段经文 立位记 二十三章 又在七月十五日 你们收了 那地的出产之后 他们就是已经到了 这个应许之地了 看到没有 祝鹏节是他们在 进入应许之地 从开始 在整个以色列 在旷野当中 有没有守过渔月节 没有 有没有守过祝鹏节 没有 等他们进入到 应许之地之后 才开始守到什么 渔月节 然后祝鹏节 所以祝鹏节 是在进入到 应许之地之后 他们得了那地的土产 然后守烟华节七天 第一天要完全地休息 第二 第一天就是什么 吹脚节 新年对吧 然后第八天也要休息 第一天 你们要拿果树的 莓果 棕树枝 茂密的大树枝 和西边的杨柳枝 好 这些就是他们 所要拿在手里的 棕树枝 大树枝 杨柳枝 然后在耶华 你们神的面前 要欢喜快乐七天 欢喜快乐七天 然后呢 这里说 你们每年的七月 守耶华 这七天的节气 是世世代代 永远的律例 你们要住在棚里七天 看到吗 这里神讲了说 你们要搭一个棚子 在野外 在室外 在户外 然后住在棚里 要七天 以色列 所有本地人 都要住在棚里 好将你们 世世代的知道 我灵 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时候 曾使他们住在棚里 我是耶华 你们的神 看到没有 第一个就是 让他们 他们也会一起 在这期间去 敬拜 去圣殿敬拜 但是也要住在棚里 这就是耶华的 这个祝棚节 给他们的律例典章 他们要遵守 好 那在 我们知道这个圣殿被毁 在公元七十年 圣殿被毁之后呢 犹太人 他们以前是来到 圣殿是献祭 宰着这个羊羔了 干嘛的 搬丘了什么的 来到圣殿 要宰杀 然后献祭 但是圣殿被毁之后 他们就 每年不会再做 这样的事情 而是怎样 用来到圣殿里面 读经祷告 用读经祷告的方式 来敬拜神 好 所以你们同样 来到神的殿中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 读经祷告 听神的话语 这个一起来敬拜神 我们是在向神献祭 明白吗 我们是把自己的全人 玄心当作活祭 献给神 罗马书十二章 第一节所说的 我们是把自己 当作祭物献给神了 所以当然不是让你 把自己这样子宰掉了 而是你要把自己的 全人 全心 献给上帝 所以我们就成了 献给神的祭物 好 第二个 在神面前欢乐七日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欢喜快乐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以为吃喝玩乐都不好 欢喜快乐很重要 那他们要拿着 这个莓果 棕树枝 然后柳枝 来一起在城里面 到处地去 你看他们都会拿 这样的一个 这种大大的树枝 所以我们为什么 还要专门去买 这样一个大的树枝 现在通过膨胀也很贵了 去年我记得 还有很大的树枝 今年这个就好像 比较少一点 不过没关系 至少我们大家明白 就是在耶路撒冷城 他们就会 拿着这样大的那种树枝 欢欢喜喜地进城去 整个全城都是 没有人做工的 这几天 然后他们就是围着这个城 去庆祝 然后水 水也是很重要的元素 在这个 我们知道以色列 它是非常缺水的一个国家 所以雨水下来 对他们来讲是生命线 那当他们在庆祝的时候 也会用水来代表一个 祷告求神来降雨赐福 所以雨水降下 对以色列人来讲 就是上帝的祝福 不像新加坡 我们这边天天下雨 你觉得这个 好像这个雨水泛滥 不是的 对于以色列人来讲 中东国家缺水的地方 雨水下来就是甘霖 天降甘露 那是生命 对他们来讲 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好 那我们来看 耶稣基督 这是刚才所记的这些经文 我们来看 这是他们在现在以色列 他们就会在祝鹏节时候 就搭这样的棚子 你看到没有 其实很简单 很简单 然后放一些柳枝在上面 然后底下很长的一排 然后大家在一起欢喜快乐 一起庆祝 然后一起吃饭 这在街上 在外面 看到没有 不是在家里 一定是在外面 祝鹏节是在外面 室外 在户外 那我们记得耶稣基督 也是在这个最大之日 记得吗 他的约翰福音 他在这个节期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最隆重的那一天 好 七天的庆祝 最后一天 是最隆重的那一天 他起来大声地来说 大声地 高声地喊着 对着人群 那时候人很多 你要知道这种 全城的人都出来庆祝 那是很热闹 很吵杂 很热闹 又是欢天喜地 跳舞唱歌 一起庆祝 这样的一个氛围 那耶稣在最后一天 最大之日 他站起来说什么 他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 就像圣经说的 从他的腹中 要涌流出 活水的江河 这个是耶稣基督 他在祝鹏节的 最后一天 也就是最大之日 最隆重的那一天 他站在人群当中 高声地对他们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你可以想象 那时候可没有扩音器 他得喊才行 信我的人 从他的腹中 要涌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所以看到没有 耶稣在用 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 当时的人们 在这个农耕时代 他们是这个农耕时代 所以他们靠雨水吃饭 靠雨水生存 那耶稣就用他们的 这种语言 来跟他们沟通 但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 他就是生命的粮 他所赐下的水 是真正的永流的活水 是真正赐给人生命的水 也就是对于当时的人们 他们求神赐给他们雨水 就是上帝的赐福 但是耶稣说 我来 我所给你们的 那个才叫真正的拯救啊 你们所求来的这个天降 这个雨水 只是满足你的度负 可是我来 是让你永远不可的 所以耶稣在讲的是这件事情 那我们知道 他们以色列人 他们尤其在祝鹏节时候 也会常常地向神来祷告 来求天降甘霖 好 雨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来看生命纪 这一段 好 经文 生命纪十一章 这里说 你们将要攻取的那地 不像你们离开的埃及 就是应许之地 跟你们所在的埃及地 是不一样的 在埃及你们撒种 要像交菜园一样 辛勤灌溉 在埃及的时候 他们是什么 为奴的身份 他们要很辛勤地劳作 有没有 所有的那一切 他不好好心情工作 他饭都没得吃 他被人打 他是奴隶的身份 在埃及 可是进入到应许之地 神告诉他们说 你现在已经不是埃及的 为奴的身份了 你现在进入到 我所赐给你的应许之地了 这个就是当时 你可以想象 这是一幅画作 但是你可以想象 当时那种画面 非常的欢喜快乐 然后大家一起来庆祝 然后说 你们将要占领的那片土地 却有山有谷 与水充足 看到没有 神说 我带领你进入到应许之地 在那个地方 你不用好像像埃及那样 你要辛勤地工作 你要不断地求神 求雨 你才能活下去 不然你就是很可怜的 你可能都死掉了 神说在那个 我带你去的应许之地 我已经赐给你一切了 我已经把这一切的祝福给你了 雨水充足 有山有水 从岁首到年中 时时看顾 神时时看顾 以色列是不是 神时时看顾的地方 然后呢 如果 但是神也说了 这是我给你的应许 是非常大的 你现在已经脱离 为奴的身份了 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在神的里面 已经领受了 这个永活的生命 我们不要再活成以前的样式 我们已经脱离了 以往 好像在埃及地为奴的身份 我们不再活在 那个罪的挟制当中 我们不再活在 以往的为奴隶的身份了 我们现在进入到 这个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Zoe Life 耶稣基督给了我们 永活的生命 我们是可以得着应许的 在这个应许之地里 是丰盛的 神时时刻刻 从水手到年中 祂做来看顾我们 所以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领受了 耶稣基督之后 不要再活得像以往 在埃及那样 像个奴隶一样 很多现代的人 虽然我们不是在 以前的这个农耕时代 但是很多的人 当今世代 他们已经成了工作的奴隶 有没有 他们已经成了金钱的奴隶 有没有 他们已经成了 他们所追求的那些 神的奴隶 有没有 人的本性 自古到今没有改变 至今我们很多人 还是活在埃及的 为奴之地 虽然他生活在 21世纪的现代社会 可是他的心 是被各种各样的 神所捆绑 他还是一个奴隶的身份 弟兄姐妹 我们是自由的 我们是神所拣选 应该活出一个 有属神的Zoe 丰盛的生命的样式 是神的子民 不是一个被 什么什么样的神捆绑的 只懂得做工 只懂得赚钱 只懂得什么 像一个小白鼠一样 一直不停不停地 赚的这样的奴隶 弟兄姐妹 神的话语是真实的 因为上帝告诉我们 很清楚 他说 你们要警醒 谨慎 免得被疑惑 转而祭拜 供奉其他神明 看到没有 16节我没有放出来 神早就警告 他的子民了 你不要去敬拜 其他的神 当今很多的基督徒 虽然说自己是基督徒 可是他心里面 敬拜的还是 这世界的神 或者敬拜的是他自己 难怪他得不着祝福 因为他没有按照 神的法则去生活 虽然他称自己是基督徒 他也去教会 可是他没有按照 神的法则去生活 他就活不出 上帝所赐福的 这一切的丰盛 明白了吧 神的话 也是讲得很清楚的 第17节说 第13节这里讲 如果你们谨守遵行 我吩咐你们的诫命 所以这是有条件的 如果 那意思是if 如果你这样做 然后怎样 我吩咐你的诫命 全心全意地爱你们的上帝 耶和华 侍奉他 这神告诉我们 是不是跟 开始我讲的 上帝的心意是一样的 上帝说 我就是要我的子民 回转向我 全心全意地来爱我 这是不是神的心意 没有改变呀 然后他就会 是神来赐福给我们 他就会 按时降下 秋雨春雨 按时降下 春雨秋雨 丁姐妹 你所需要的一切 神会供应 但是首先 你要来 全心全意地敬拜他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一个条件 当我们三心二意 不是全心全意的时候 你就不要期待 上帝会按时 降下秋雨跟春雨给你 因为神的法则 讲得很清楚 当我们全心全意地 去爱他 我们来遵守神 给我们的诫命 我们就可以 满有信心地 相信神会赐给我们 春雨秋雨 而且是按时供应 根本毫无缺乏 不需要我们 像以前的 奴隶的身份一样 靠自己要很辛苦的 才能赚得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神说 你来信靠我 全心全意地 来爱我 来信奉我 我要供应你的一切 让你丰衣足食 是不是讲得很清楚 然后再来 第十七节 否则 否则 如果你这样做 我给你的一切的应许 跟祝福 就是这么多 如果你不这么做 否则是什么 耶和华 必向你们发怒 耶和华 必向你们发怒 是天不下雨 地无出产 以致你们在地 在他所赐给你的 加美之地 就是应许之地 你们到了应许之地 也会迅速灭亡 哇 弟姐妹 你好好读过神的话语 没有啊 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跟祝福是大的 但是你要懂得去怎么样遵守 如果 因为还有否则呢 所以你的选择是什么 神明记讲得太棒了 我很喜欢这本书 好好的教导你的孩子 教导你的家人 如果我们遵循神的这一切 一切的祝福等着我们 但否则另外一条路 也是你自己选的 你到了应许之地 也会迅速灭亡 弟姐妹 这不是开玩笑啊 不是开玩笑的 祝彭杰 直到最后 末了 撒加利亚书 讲到世界的这个末了的时候 当全帝都来攻击以色列 那时候剩下的渔民 剩下的这些人 这里所讲的 在关于耶路撒冷 还有列国的 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 十六节 前来攻打耶路撒冷 撒冷的列国中的幸存者 现在有没有全帝都来 针对以色列啊 其实我们离那个末了 已经不太远了 最终有一天 全帝都要来攻打以色列 以至于以色列是没有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区 任何一个势力他能够依靠 他只能转向神 那个就是奇事录十二章所说的 全体以色列人都要来转向上帝 因为全体都来攻击他 他没有任何可靠的势力 只有转向耶和华 那个就是以色列人 全家都要得救的时刻了 丁姐妹好好去读圣经 奇事录里讲得很清楚 这里前来攻打耶鲁撒冷的列国 看到没有 全帝都来攻打耶鲁撒冷 当中它是战争啊 所以那时候是战争会有死亡的 最后的幸存者 里面怎样 那些幸存者也必每年上来敬拜 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 这里所讲的是列国 不只是犹太人 是列国 也就是很多的外邦人的幸存者 都要来敬拜耶和华 都来耶鲁撒冷敬拜万君之耶和华 守住彭杰 然后地上万族中 若有人 看到没有 又是一个条件 若有人不上耶鲁撒冷去敬拜大君王 也就是万君之耶和华 他们必没有雨水 这句话神的意思 其实讲的是很重的 没有雨水的意思就是你活不下去 雨水是从天降下来的 一个国家没有雨水 就是活不下去了 所以神告诉我们的 就是祂的应许是很大的 你即便是在沙漠之地 上帝供应你 按时所需你都不会缺乏 可是当我们不懂得敬拜耶和华的时候 你就算进到应许之地 你也会灭亡 这就是上帝的心意 所以我们要懂得 常常地来到神的面前 把我们的心跟神的心意来对齐 跟上帝的话语对齐 他里面讲了这么多的内容 好好地去思考 所以每年祝鹏节的时候 到第八天的圣会 犹太人他们都会祷告 加一个经文进去 是要求雨的 因为如果没有春雨 没有这个春雨秋雨 雨水降下 他们就灭亡了 雨水对他们来讲就是生命 所以耶稣才会用那节话所说呢 信我的人 信我的人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血的江 意思是说你死不了 你有永生在你里面 不用怕 因为有我在 有耶稣在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在这个祝鹏节期间 他们一定要在户外打篷 所以它是一个短暂的 它不是一个长期性的 一来一个风雨了 他就得赶快回到室内了 所以祝鹏节是一定要让他们去户外的 你看啊 我找了一些图片 他们这些孩子很可爱 你看在院子里搭一个很简单的棚 连顶都没有 让小孩坐在里面 让他们去体会 让他们去经历 去体会 他们的祖先曾经在旷野当中 就是这样子走过来的 就这样走过来的 所以在户外搭篷 其实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他们的世世代代 去怀念 纪念他们的祖先 是被上帝带领出了埃及 在旷野里面 支搭帐篷 居住了四十年 你要知道 当时他们是有云柱火柱 带领在旷野当中的行走 他们是没有办法给自己 任何地方做一个固定的居所 不可能的 因为他们要看云柱火柱带领 他随时就得改了 随时就得动了 就得走了 支搭帐篷 我以前讲过 你可以想象吗 百万人在这个旷野里面 而且又没有水 往哪里走也不知道 你可以想象 他们的complaint是绝对的 那个抱怨绝对是震天响 我相信这个摩西 他的心脏得足够强大 然后你要想象 这上百万人的生活住行 包括他的饮食 他的衣服 他的人生安全 有孩子 有牲畜 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一起 上百万人在旷野的移动 你可以想象 有多么多么的艰难 这就是他们走过来的 以色列人在这个传承的 这个事情上 做得非常好 让他们的世世代代 让他们的孩子 记得他们的祖先 是怎么走过来的 听起来 你有没有告诉你的下一代 新加坡是怎么建国的 新加坡在建国之前 是什么样的状态 你有没有告诉你的下一代 我以前小的时候 常常听我的祖父祖母们 讲他们年轻的时候 那个可是上个世纪啊 我听他们讲 感觉就像在看电影 你知道吗 可是我脑子里印象 非常的深刻 我知道 中国在建国之前的日子 是怎样的 因为我听了很多 我的父母亲 我的祖父祖母 他们给我们讲了很多 听见没 你有没有把这个国家的历史 传承给你的下一代 你能不能确保 你的下一代 再过三十年五十年之后 新加坡从哪里来 他还能说得出来吗 他还知不知道 听姐妹 传承很重要 然后 再接下来我们看 生命纪第二章 你们的上帝耶和华 使你们凡事蒙福 看顾着你们走过这辽阔的旷野 耶和华告诉他们说 你看到没有 耶和华使你们蒙福 走过这四十年的旷野 四十年来与你们同在 使你们一无所缺 在旷野当中 哪来的水 在旷野当中 哪来的食物 还想吃什么满汉全息 每一天给你酱麻纳就不错了 吃了四十年的麻纳 我可以想象他们吃到险到什么地步 我告诉你 我有一个朋友 他曾经创业失败 他曾经创业 他告诉我真真实实的 他吃了鸡饭吃了半年 每顿吃鸡饭 到最后他看到鸡就想跑 看到鸡饭就想跑 你知道吗 他们在旷野得四十年 我让你不说这个四十年了 我先让你一天三餐吃一样的东西 我看你受得了吗 吃一周试试看 来试试看 每一天让你去香里拉大饭店 吃那最棒的自助餐 让你吃一周 我看你下次连进都不想进了 弟弟姐妹 上帝怎么样地带领他们 神在圣经当中 为什么把这些真真实实的历史写在里面 是让他们世世代代都记得 让他们不要忘记是怎么走过来的 然后再接下来看第八节 第八章第二节 要记住这四十年来 你看是不是像一个 好像老人家在跟他的 坐在摇椅上 跟他的外孙 跟他的孙在聊天的感觉 是不是很像 生命就是 就是这样的 要记住这四十年来 你们的上帝耶和华 怎样在旷野引领你们 不要忘记 神是怎么引领你的 不要忘记 你曾经怎么样经历过神 人是非常健忘的 然后是他磨炼 看到没有 是神自己磨炼你们 不是魔鬼在引诱 是上帝亲自的磨炼他的子民 考验他的子民 好知道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 让他们知道 你们的心意如何 好知道你们的心意如何 肯不肯遵守他的诫命 肯不肯遵守他的诫命 他让你们忍饥哀恶 这圣经里讲的 是神亲自让他的子民忍饥哀恶 然后赐给你们祖祖辈辈 从未见过的马纳吃 为了使你们明白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他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 弟兄姐妹 我们在人生当中 经历到神的那些宝贵的经历 你所如何遇见神 你的生命如何地翻转 这些是你非常宝贵的属灵遗产 你要好好地学会 把它传承给你的下一代 我们的华人常常觉得 把一大堆的银行里的存款 留给下一代 那个才叫最好 我告诉你 错 那个只是有形的 你眼睛看得到的 真正有价值的是眼睛看不到的 真正有价值的是你的生活方式 你有没有让你的后代 看到你怎么样的敬虔爱主 怎么样的天天祷告 怎么样的遇到困难的时候 倚靠神 这一切的一切 才是你留给后代最宝贵的遗产 不是你银行存款 后面的几个零了 那个如果你的子孙 他不懂得去管理 没几天就没了 明白吗 真正的我们要明白 传承给下一代 什么才是有价值的 好 第三个我们进入到祝鹏节 刚才所说的这个 帮我点下一个 这个祝鹏节的意义 我们看了怎么样去庆祝 接下来我们要看 祝鹏节的属灵意义 好 第一个 在世的日子 在世的日子是短暂的 祝鹏节让我们所思念的 所思考的 也就是说我们活在地上的日子 是短暂的 在世所活的日子是短暂的 这个属灵的功课是说 让我们在艰苦和充满试炼的一个生活当中 要学习 倚靠上帝的带领和供应 让我们要把盼望放在将来的应许 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而不是眼前的旷野生活 我们在地上就好像是暂时的 那再接下去 祝鹏的这个棚子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 它是很简陋的 随时搬迁 你看到吗 简单的一个棚子搭起来 这提醒我们 神要我们是这样做事 在世上的日子 不过是一个寄居的 不过是一个寄居的 我们需要努力经营的 不是地上的这一切的物质 不是地上你的房产 不是地上你所拥有的一切 而是要建立与这个永活神 永生神的这种永恒的关系 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 好 那我们来看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我们这短暂轻微的苦难 正在为我们成就 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 我们注重的并非看得见的事物 而是看不见的事物 保罗所说的很清楚 因为看得见的事物 都是短时的 暂时的 看不见的事物才是永恒的 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 可是我们人常常把多数的时间 一辈子都去急急盈盈 去搞那些未来都会消失的事情 永恒的价值看不见 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 我们要追求的是眼睛看不见的 因为那些才是有永恒的价值 你知道有一句 有一个名著小王子 有看过吗 Little Prince 小王子是世界名著 非常棒 我很喜欢 在国外的时候我就看了这本书 它里面有一句金句 金句是什么 就是说看东西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楚 你看任何东西用心才能看得清楚 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这不就是这些经文所说的吗 你真正所追求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你肉眼所不见的 小王子也这么讲 接下来 瓦尔敦胡 这是一个散文集 也是很著名的 他讲什么 讲到财富 多余的财富只能买到多余的东西 物质的东西 人的灵魂所必须的东西 根本不需要花钱也能得着 听姐妹 我们要好好去思考 你的人生到底投资在什么事情上 是投资在一切你眼睛看得到的 还是投资在你肉眼看不到的 人灵魂所需的必要的东西 不需要花钱也能得到 你用多余的财富买到的都是最终要消亡的东西而已 没有任何永恒的价值 再接下来 格林的后书第五章 第一节 我们的身体好比是地上的帐篷 我们的身体在这地上 有一天也会消亡 就好像是一个帐篷 是短暂的 暂时的 如果毁坏了 我们就从上帝那里得一个住处 不是人手造的 而是天上永恒的房屋 我们需要思念的是 那肉眼看不见的 天上有永恒价值的 好 再来看 所以这里的帐篷是地上的 暂时的居所 天上的房屋是永恒的 是我们灵魂永远的居所 西文来书十一章 接下来 讲到信心的伟人 好 这些信心的伟人 他们到死都满怀信心 他们虽然没有得到上帝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了 就欢喜快乐 承认自己在世上 不过是寄居的一乡人 他们抱这样的态度 表明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家乡 是不是很清楚啊 我们在这地上 不过是一个寄居的外乡人 在这地不是我们永恒的居所 我们有一天是要与神同住 耶稣会再回来 我们是在永恒里面 跟神永永远远在一起 那才是我们永恒的家 这里讲到寄居的一乡人 这里我很能体会 为什么我生活过四个不同的国家 中国 德国 瑞士 新加坡 我跟不同的国籍的人生活过一起 我接触过不同的文化 我见到过这世界上形形色色 东方西方各种人类的这种生命 家庭各样各样的环境 各样各样的情况我都见过 我能体会到对我来讲 真的没有什么是你 真的需要用手抓死子 放不下的 没有什么放不下的 这一切都会过去 我很能体会到 很能感同身受 我相信如果你去国外居住过的人 你能够感受这样的 什么叫做一乡人 什么叫做客旅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短暂的 那这两段经文 保罗在说什么 他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比喻 来告诉信徒 我们要知道 那个时候信徒是受逼迫 他们肉体上受了很大的苦难 甚至还在逼迫当中 保罗告诉他们 这两段经文是鼓励他们 即使有患难 即使有逼迫 你要仰望在天上永恒的家 那个才是你灵魂永远的居所 好 永远的居所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作为信徒 在二十一世纪 虽然来教会的人 真的是 这边有很多的教会 也有很多人 所谓叫自己是 称自己是基督徒 但是你看他的生命 除了他跟这个不信主的人的区别 唯一区别 就是他每周会来一下聚会 要么有些人称自己是基督徒 就是一年来三次 就像以色列上圣殿献祭 一年只来三次 他就称自己是基督徒了 其实是自欺欺人 我根本不叫这类人叫基督徒 冒牌的 其他的一切跟世人 没有任何区别 也在追求自己的私欲 也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 根本没有神的生命 在他里面活出来 上帝所说的大使命 大诫命 在他身上一样看不到 这样的人 我不叫他是基督徒 不代表来教会的人 就叫基督徒 丁姐妹 我们要很清楚的 上帝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 耶稣说什么最大的诫命 你要尽心尽心 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然后怎样 爱人如己 好 很多基督徒都能倒背如流 但是做出来有多少 看不到 跟世人没有任何区别 弟弟姐妹 但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我们说 我们不是要刻意地 去寻找自己受苦的机会 啊主啊 你让我多受点苦吧 不是这个意思 你也不要太过的极端 这不是我们的用意 而是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尽力地 在永恒的事情上 要竭力追求啊 你有没有竭力追求主 你有没有竭力跟上帝 建立那个永活的关系 真实的关系 明白他的心意 好好地从圣经当中 明白天父的心是什么 你有没有去做一些 你该做的事情 让这个地上更多的灵魂 能够得救 让神的国在地上扩张 这是基督徒本分 有多少人在做 还称自己是基督徒 还打着上帝的名号 对我来讲 这样的人不叫基督徒 真的不叫基督徒 所以当我们 把这个我们生命的 这种安全感 建立在我们跟永活 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你根本不用担心 这世上的一切 哪怕一个经济危机来了 你的银行存款 存款变灵了 有什么可怕的 我有神 不用怕 人的一生 我给大家做一个比喻 就算75岁吧 这里已经很多人 超过75岁了 我们就一个最平均的 我们现在人比较健康了 一个人一生年岁 就算75岁 75年来算 这75年当中 26年都在睡觉 什么也干不了 26年在睡觉 7年是在失眠 躺在床上睡不着 来回翻 7年 8年半用来购物 你购物的时间8年半呢 一年的时间 你面对你的衣橱 再决定 不知道该穿什么 一年的时间 你再去做决定 三年的时间洗衣服 一年的时间吹头发 34年的时间看手机 如果你把它算出来 一生的年岁 你剩下 你这样算算看 剩下来的时间 能做有意义的事情 你还有几个小时 我问你 你有没有算过这笔账 我常常这样算 这个时间的账 丁姐妹 什么叫做分秒必争 什么叫做只争朝夕 好好珍惜时间 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时间 是一个礼物 每个人都有24小时 为什么有些人活得很精彩 有些人活得真的很假辣 让你的人生活得更有意义 不要浪费在那些 没有意义的事情上 多数的信徒 我发觉都不太会算账 什么账呢 时间账 我给大家算一笔 这个时间成本 如果我们在地上 刚才我说的这个例子 75年80岁 这个时间里面 你花了80%的时间跟精力 都在去追求属地的事情 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 80% 多少人做工 基本上100%已经卖给公司了 是不是 80%都算保守的了 最终你追求的这一切都会消失啊 没有永恒的意义的 也就是说你所投资的 你人生成本 时间成本的80% 你放在这个上面 最后你的回报率是零 这是不是很不会投资啊 非常糟糕的投资家呀 在我看来 我们根本就不懂得 算时间成本的账 然后呢 我们只花少过10%的时间跟精力 去追求那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肉眼所看不到的 属天的价值能够存留到永远的 那时能够带来100%回报率的 我们花的时间精力少过10% 丁姐妹 你有没有算过这笔账 我来帮大家算一算 我们多数人都是一个算账很糟糕的 尤其是这个时间的这个账 我们都算错了 也就是说 讲白了 你要看投资 你完全投错股了 很糟糕啊 全投错了 如果我们在地上 你所投入 你自己思考一下 你所投入的最多的时间 精力这些都是你的成本 你的capital 你放在这些做的事情上 是否能够带来永恒当中最大的回报率 能带来多少回报率 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如果那个回报率少过1% 我告诉你 这辈子真是白活了 你的这个投资的这个理念完全错了 当然我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旅程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尝尝去读神的话 明白他的心意 最终我们知道是上帝来带领他的子民 耶和华诗篇127章说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枉然劳力呀 好 下一面 好 接下来我们看旷野 再往下 旷野的 我讲一个区别 旷野的帐篷 他们在 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 所搭的这个帐篷 跟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里面 所住的那个棚 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是 在原文当中的字的代表 意思也不同 好 神也用不同的字来表示 然后在旷野当中 以色列民住的是帐篷 下一面那个图片 所住的是一个帐篷 看到没有 在他们旷野当中 所搭的这个 这个是神让他们 以神为中心 然后以色列的这个 四围 十二支派 按着中心来 来这个布阵 这个我以前讲过 这在旷野当中 那进入应许之地之后 神要他们住在棚里 那个棚不是这个帐篷 再往下 立位记二十三章 这里说 你们要搭棚居住七天 好 以色列人都要住在棚里 那这个棚呢 是什么 再往下看一下那个图片 啊 就是这样 就是现在他们在以色列 进入应许之地 包括当今的以色列人 他们住的搭的棚子 你看各种各样 但是基本上 就是非常简易的 是一个暂时的棚子 是一个暂时的棚子 那这里呢 这个Sokot 就是棚的意思 这个是进入迦南地之后 上帝吩咐他们来守 这个住棚节时候 要住的这个Sokot 也就是今天住棚节时候 他们所搭建的这种 很简陋的棚子 而不是他们出埃及 在旷野里面 所搭建的那样的帐篷 是不一样的 好 那 今天我们来守 这个住棚节的时候 我们要思考 我们住在棚里 是要重新经历 以前出埃及 在旷野里面的艰苦生活吗 是这个意思吗 还是 我们要去体验 以色列民进入到迦南地 就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定居之后 上帝让他们守住棚节 的那段日子 我们要经验的是哪一段 是旷野里的 还是应许之地的 那你们很清楚 是应许之地的 也就是说神要我们 你看回看以色列的历史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民 他经历很多的磨难 犹太人常常流离失所 像难民一样 在世界各地的流亡 以色列在立国之前 有一部电影叫做《新的乐名单》 你去看 那里面讲的非常真实的历史 以色列人如何经历苦难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收留这些难民 当时只有 另外一部电影 就是在以色列屠杀纪念馆里面 还记录上海有一个签证官 中国的使馆在欧洲的签证官 在他手下给所有的犹太人 只要申请给他们签证 那个时候全世界 没有一个地方收留犹太人 只有中国的上海 收留了犹太人 所以上帝纪念中国 是有原因的 至今以色列人 他们对华人 对中国人 为什么这么友好 他们把华人看成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 好 那我们来学习这样的一个 以色列人他经历了 这么多的一个迫害 被孤立 这样的一个经历 所以他们很能够体会 在这地上所居住的 任何的地方都是暂时的 都是暂时的 他们常常被人赶来赶去的 没有自己的家乡 没有自己的家园 被人赶来赶去 当难民一样 这是他们的历史 所以很多时候 当我们在纪念这个祝鹏节 我们是不是要去思考 我们今天活的日子太好了 这里请问有没有难民 请举手一下 没有啊 有啊 好 马上去找新加坡政府 政府肯定会帮你 新加坡是没有难民的 我们日子过得很好 很受祝福 但在祝鹏节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思考一下 我们是不是应该 设身处地地去同情和怜悯 在你周边那些经历苦难的人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一些怜悯 多一些同情 多一些的关心 在我们周边 那些从异乡来到这里生活居住的人呢 是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呢 好好好去思考 祝鹏节不是在我们在这里欢喜快乐 吃了一大堆 然后去Fist 然后大吃大喝一顿 这个就完了 欢喜 不是说欢喜吗 那我们就欢喜了 没有啦 真正的意义上 让你去关心你周围有需要的人 这个才是我们来庆祝祝鹏节 真正的属灵的意义 耶稣说什么 我觉得纪念祝鹏节最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去把耶稣教导我们的大诫命活出来 你要全心全意全力地爱主你的神 然后第二条最重要的诫命就是什么 爱人如己 下一面 第一条 以色列亚你要听 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上帝 第二就是爱临舍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更大了 请问当代基督徒 所谓我们都叫自己是基督徒 有几个人真正在做 有几个人真正在做 好 那总结一下 今年每年的祝鹏节 都让我们提醒自己和我们的家人 敬拜团可以预备一下 我觉得我们说我们要来庆祝祝鹏节 刚才我讲了祝鹏的意义 神要我们去思念思考的是 我们在这地上所活的日子都是短暂的 都是暂时的 我们怎么样来把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时间去投资在 有永恒意义的事情上 耶稣说什么 那个聪明又良善的管家 我期待我们每个人成为聪明又良善的管家 而不是有一天 当我们面见耶稣的时候 我们才发觉我们在地上 积极盈盈一辈子 百分之九十所做的事情 全是一片云烟 没有任何的价值 没有任何的东西 你能带到永恒 好好的去调整我们的人生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去 庆祝祝鹏节真正的意思 你怎么样地把那个 神在人间的生命活出来 能不能在你的周边 看到那些有困惑有需要的 孤寡老人 没有人关心那些单亲的妈妈 他们在照顾孩子很辛苦 孩子有很多的问题的 或者是在你身边有没有看到一些 从外乡来的 甚至不同种族 他们的生活 你有没有看到 尤其是周末 我有时候常常看到 周末一些的地区 你会看到一些的外劳 他们就会在一些地方聚集 他们坐在地上 他们聚集在一起 他们没有可去的地方 丁姐妹 这都是我们活生生的生活 在我们身边的人 他们都还没有认识耶稣 我们在这里欢喜快乐 领受这一大堆的祝福 就这样够了吗 你觉得这是神的心意吗 真正来庆祝祝鹏节 我们回到上帝的大解明 爱神 爱临舍 我们一起站立 上帝提醒我们说 在艰难的日子里面 他与我们同在 他会不断地看顾和保守我们 带领我们 那我们在困难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保守 持守对主的信心 而且要智力地去 竭力地去实践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诫命 就是爱神 爱人 当我们在这地上 我们只要不再把自己的眼光 定睛在我们自己 我们怎么样过更好的日子 我怎么样再聚集 更多的祝福给我自己 当我们把眼目定睛 转向神的时候 转向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把耶稣 那份舍己的爱 能够像活水一样 涌流出去的时候 能够活出去的时候 无论我们能力多少 你能做到多少 上帝知道 我们就是在活出一个 尽心尽性 尽意尽力 爱上帝 爱临舍的生命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敬拜 让圣灵的水流 在我们的当中 让这个水流带着上帝的爱 涌流出去 今天当我们在这里领受了 上帝丰盛的恩典 不是停留在这里 我们是要把这个水流 这个生命 带去我们所到之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